房交上涨对于卖房来说通常是好事 但其中也有一项很多人总是忘记的成本 当业主趋势的时候 房产产生的遗产税恐怕要远远高于几年前的水平 另外遗产税的上涨一直快于房价和资产价格 而据一些专家说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涨 但一些法律上的操作或许有助于缓冲这种负面影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遗产世界知识分享》 我是陈森鼎 遗产税本意是为了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2018年美国税改时特兰普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 提高了遗产税的免税额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5年的12月31日 遗产税 赠予税和隔代转让税的免税额 从原来的500万美元增加了一倍至1000万美元 不过为了避免优惠政策对财政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 该法案包含一个弱的条款 即法案生效8年后优惠政策失效 2026年的1月1日以后 免税额将恢复至500万美元 最低的房地产遗产税率出现在2010年 由于国会的政治司令 导致该税种出现了一年的空档 当年的税率实际为零 得业于此 包括了纽约的洋机队 New York Yankees 已故的老板George·斯坦·布奈尔等 在内的好几位亿万富豪的继承人 留住了本来要交给美国政府的数亿美元 这期钱在今天当然是省不下来了 事实上由于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遗产税率不变则已 要变则很有可能是提高 在距今不远的24世纪70年代 针对美国最富有人取的联邦 遗产税率最高就成达了77% 尽管遗产税方面的政策 随着政府换届存在着反复与不确定性 但总体来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 财富传承方面的税收也会日益严格 在2021年5月28日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 美国税收约案中 拜登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包括了高净值人群 例如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最高一级 从37%提高到了39.6% 对总输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 其长期投资利得和股息 将从目前税用的20%提高到39.6% 封堵个人被赠与继承财产的漏洞 几个人被赠与继承财产时 就确定资本利得从而纳入征税范围 但是目前仍然有几个漏洞 或许仍然有用 第一个漏洞就是引起人们通过一种叫做 合格个人住宅信托 Qualified Personal Residence Trust 简称QPRT 的临时性的基金把房产转让给继承人 这只基金可以让时间成为 你在遗产税方面的朋友 而不是敌人 因为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房产税的印税价值 举个例子 一套价值1000万美元的住宅 通过一个7年期的QPRT 转让给继承人 就只会当作一套价值 860万美元的房产继税 由于收益人要签以后 才能得到房产 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会允许这套房产的价值每推迟一年 就少计算几个百分点 第二个漏洞就是 一旦房产转让给继承人 将来所有政策部分都会排除在 印税的价值之外 比如一套私属的岛屿货 住在每年增值7% 而屋主在10年后去世 那么没有在QPRT的情况下 这套房产作为接收的遗产 将被按照2000万美元的价值交税 在QPRT的情况下 房产的印税价值 只能将会860万美元 到最后这之间的差价 由希望节省遗产税 最多是500万美元 具体多少呢 只需要看具体的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最重要的是一条呢 就是要你要记住 这一支信托基金 活得长久才能享受这个好处 不然遗产又要按照 住宅的全部价值积水 另外一旦房产被转让 那便归属你的继承人所有 恐怕你再货20年也没有用 另外一条显为人资的策略 是把房产转让给一个 由家族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 然后一年一年的 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 送给受益人 这样做呢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途径 减少将来的遗产税 第一可以要求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 每股的价值折价 征收遗产税 因为它是非公众公司的 少数股权 所以对于假设说 在Hampton一处的 1000万美元的海滩大宅 尽管它1%的股份 本来应该是价值10万美元 但是在计算遗产税的时候呢 它可以只被估值为 8.5万美元甚至更少 第二根据联邦赠予税 可以再砍掉1.5万美元 这样可以把原来 10万美元的份额 应税价值降到7万美元 最后呢 股份一旦送出 其本身和将来的增值部分 将会从遗产中扣除 最高可以扣除 每人1.5万美元的 赠予税免税额 也就是说 即便房产价值2000万美元 只要能能活过10年 遗产税的应税总额 会大大减少 也就省下几百万美元 一些专家更推荐 有限责任公司这条路 因为呢 经过一定的时间 这个办法可以再不给父母 造成代价的情况下 实现大额的财富转移 但使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办法 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确定每一股 可以拿到多少折价 过去有人拿到 最高的40%的折价 意味着转让价值 10万美元的股份 应税价值最低 只有6万美元 但这就比较激进了 需要提醒的是 申请折扣的幅度太大 可能会遭致国税局的质疑 如果国税局质疑成功 投资者不但省不下这些钱 还要支付额外的利息和罚金 有建议此的话呢 建议选择QPRT 而不是有限责任公司 另外QPRT享受的折扣 是以国税局公布的 数据表格为基础的 所以不会被质疑 此外呢 信托基金的成立 通常也是更加简单 有人说房地产 遗产税是最不讨人闲的 税种之一 因为它的遵税对象 既不是辛勤劳动的 也不是创业者 而是继承财产的信员 当然大多数富人 都会想在这个问题上 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 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迪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 美国地产资讯 点赞关注不迷路 以地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